喂!那大家好!我們今天要教的是陣列 好!那陣列是什麼? 一般來說 我們以前都不是int A等於1 然後可能就一直b,c,d,e,f,g,h,i,j,k,l,m,n 可能一直下去 那這樣子是不是每行都要宣告這是int n int a,int b,什麼什麼什麼 打的是不是很煩 那假如這裡有100個學生 然後他就有100個成績 那是不是就是要 要int a等於100 int b等於80 int c等於多少 是不是就一直打下去 其實這樣子很費時間 就是對人來說也不方便 而且之前有講到說電腦的記憶體就像一個棋盤格 那這邊只是畫一個示意圖 一個int是四個 完整的就 就是沒有時間畫 就是假如宣告一個int就是這樣子 預約四個位置 然後假如 A,B,C,D 可能就a,b,c,d 一下子可能在這裡 一下子可能在那裡 這樣子其實對 記憶體的 到後面專業於記憶體的人 其實就是也不好 也是不方便 那 那 鎮鎮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鎮鎮它就像湯瑪士小火車一樣 就嘟嘟嘟嘟嘟嘟 一直接下去 Florence 鎮鎮鎮鎮結 第3個 第4個第54個第5個 它就是這樣子預約的 就是它是點的 地址是連續的 這樣就比較不會出錯 好 那要來看陣列是長什麼樣子 一般來說陣列就是中瓜號 那陣列就是這樣 那這是展開版的 展開版當然不是大家最喜歡用的 因為展開版其實跟剛剛那個INT 沒什麼兩樣 就是這樣INT沒有什麼兩樣就是每一行都要打 但是很多課本都是這樣子弄 所以我也這樣子弄 教學的人太懶惰了 沒有 就是再來說還是要 凡事都是要按照規矩來 羅志祥這樣 好 所以我們這裡有INT A 中括號5 這個的意思就是說 我有五個INT 然後這一串東西 它的名字叫做A 然後這個就是陣列的表示方法 然後 這裡有括號 冒號 需要一個標點符號的人來我旁邊 就是提醒我 這個叫什麼號 分號 然後 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這已經有預約五個位置了 那我第0個位置 注意喔 陣列 陣列不是 它是四個一組 所以我們就把它劃簡成 這是陣列的第一個東西 陣列第二個東西 陣列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然後 其實第幾個東西 它人類的第一個來說 對陣列來說 其實電腦它是第0個 所以第0個東西 就是第一個東西 人類的第一個東西 就是電腦第0個 然後這一個就是四個 bit 這裡就是 4個byte 對 4個byte 講錯了 4個byte 01 2 3 4 就是第幾個 那在電腦裡面 叫鎖影子 那電腦是從 D0個開始 這個大家一定要注意 從D0個開始 所以它有五個東西 就是01234 所以 A5 絕對 後面不會有 A5 等於 3 絕對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因為它就只有五個東西 那它是從 D0個開始 01234 第五個 超出範圍 它會壞掉 所以不可以 那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 我把 D0個設定為 82 第一個設定為 73 這樣子弄下來 01234 都好了 然後最後就是 這個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把第三個 就是人類的 第四個數字拿出來 就是把角色印出來 它就會像 這個樣子 就是印出第三個 就是人類的第四個 那這種的寫法 格式再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 注意後 這一串東西 一定是要一樣的 那如果你們學到以後 會學到可以有不一樣的東西 那這是以後再說 因為我在扯 時間好像會來不及 對 要在四月前把影片做好 那 它的第一個就是 它的資料類型 就是這串東西 它全部都是哪一種類型的資料 然後後面是 這個東西的名字 就是這串東西叫什麼 它的名字 然後中括號就是說 它裡面解決 類型 名字 然後中括號裡面有幾個 然後就有 分號 一定要記得分號 還是提醒一下 那 預設完之後 那就是 A 然後中括號 設定為 等於 等號 那意思就是說 把 A的D0 設定為 32 然後以此類推 1234 都是這樣 那最後 取出來是怎麼樣 就取出來的時候 你要取用它的時候 就是把 它的名字 就是這串東西叫什麼 然後中括號 你要裡面的第幾個 然後把它列出來 然後 丟到C號裡面 它就會印出92出來 那這個就是 這種不方便的方法 做法 那其實這種 講 其實有一個 更快的就是 比較像是 數學裡面 方程有 一圓一次函數 就是線性函數 有 有斜結式啊 結句式啊 就有這樣 那像這就是 比較不好用的 就是比較複雜的 那比較好用 可能就是像 比較像是 通識 那 剛剛那一串東西 剛剛那一串東西 就 等價於這個 那這個就是 命令 就是 宣告 宣告跟 指定裡面的數字 指定陣列裡面的數字 就是 合而為一的 然後 這 六行 跟這一行 是 等價的敘述 但是 這一行就簡潔 就不會像這樣 那我們常用的是 這一種 因為這一種 就是 比較簡潔 它才是真的 陣列的目的 就是它這樣子 操作陣列 比較方便 那 這一種格式 它是怎麼樣 它這裡前面 是它的類型 然後這也是它的名字 然後 這裡 中括號就是說 裡面有幾個 只是後面呢 它這裡就有一個 等候就是 把這東西設定為首 那 注意喔 這裡有一個大括號 就是代表這裡面 是一個區塊 這個區塊 就是指這個東西 因為這東西 它是 陣列是一種 結構化的 資料結構 所以 它 它是 一個結構 沒錯 然後裡面就是 82 斗號 隔開 73 斗號隔開 88 斗號隔開 92 斗號100 那就跟剛剛寫的那個人 是等價的 那這樣就簡潔有利 那就對人來說 操作比較方便 那這是第0個叫82 第一個叫73 第二個叫88 第三個叫92 第四個是100 那如果你要用第三個的話 那就是92 你會印出92 對 那這個格式就是大家比較需要去記清楚的 那這個格式很重要 打星星 那如果有人真的很故意的話 想它是 A的第五個到底是什麼 那很抱歉 它就會出現 ARRO 紅字 誒 好 那這個沒有紅字 就是說 它 它 在記憶體裡面隨便挖一個地方出來 然後把那個數字丟給你 那這叫做敷衍的做法 那另外一種就是ARRO 那這種當然比較危險 就是你寫錯了 然後搞不好 它又把這當作對的 然後又把它丟進一個算式 然後你的程式就完蛋了 就是這個程式就無效了 所以這個要請大家注意一下 好 那再來就是 要怎麼看陣列的大小 因為有的時候陣列 在特殊情況下 就是或是有程式比較複雜 你想要知道陣列的大小 你知道它變數名字 但是你不想要去查它有幾個的話 可以用這個方法 就叫Size of Size of 就是這陣列有多大 它是一種函數 你就打Size of 後面括號 然後這裡是陣列的名字 你只要按下去 它就會有它多大 那因為這裡Size of 剛剛不是說 一個int是5個byte嗎 所以你就要把它除以4 因為Size of 它有幾個byte 所以你就要把它除以int的大小 它才會出現這個正確的 出現正確的那個你要的數字 好 這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好 今天都在寫GUI 寫出一個可以計算物理的東西 很高興可以寫成功 現在有點累了 那準備下一個階段 下一個階段就是我們這裡有一個陣列 那要怎麼樣把它 從 從第0個印到第4個 難道要一行一行打C out C out 等一下等一下 還有一個還沒交 真的累了 好 假如 我這邊突然說 我想要把 陣列的第3個 92 我突然想要變成87 87 那要怎麼辦 那很簡單 等下把它想說 因為它不會來 我要第3個 我按A的第3個 那要怎麼樣把它改成87 很簡單 其實像最早那樣子 最早不是有 有這個嗎 那 那如果有這個之後 你如果要改裡面的東西 其實可以像最早那種方法 就是 A陣列的第3個 我要把它 設定為 87 然後 最後 C out出來 就是87 就是電腦不是說 正常情況下 就是以後面的為準 所以越下面的東西 就是越新的 那就是 越新的為準 那真的就變87了 那這是修改陣列裡面的內容 那接下來就是要讀 要把陣列裡面的東西都印出來 那要印出來 總不可能 總不可能 把每一個都C outA的第一個 C outA的第二個 C outA的第三個 第四個 這樣不可能 所以我們要用什麼 這裡不是有一個數字嗎 它是數字 它是數字 既然是數字的話 我們就可以使用 迴圈把它 每一個東西都叫出來 然後把它印下來 那要怎麼做 首先 我們需要 寫一個 迴圈 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就有一個回圈 那回圈以前有講過 我們就設定 它這個走的 就叫Flag 那Flag會從0開始走 然後Flag會大於就是它的陣列這個大小 那它的大小就是5 20除以4就是5 因為它有20byte 那除以4就變成5 那就會01234這樣走下去 那這樣子問題就解決了 那C out會怎麼樣 它就會 A的Flag 最開始Flag是0 它就會印出 A的D0 然後執行完之後 Flag不會變成1 那就變成 它就會印出A的第一個 然後 在Flag變第二個 那A 它就會印出A的第二個 那這樣就一直弄到第四個 然後就成功了 那 這個印一下給你們看 它就會真的 就從 D0個82開始 第一個是73 印出來 就一直印完 那這就是 印整個陣列的方法 對 那再來 要教大家怎麼樣 把東西輸入陣列 那以前也叫C印了 然後有交回圈了 那我們就 直接從這 就是直接交走 輸入 那我們要怎麼輸入 輸入的話 就是我們要先宣告有這個陣列 它叫做B 然後裡面有四個東西 這是一個方法 範例 那這陣列叫做B 有四個東西 但是裡面 四個都還沒有 就是指派給它 就是也沒有 就是沒有設定給它 那怎麼樣設定數值給它呢 那我們就要這樣子 如果 如果你要慢一點的話 你可以像剛剛 這種一樣 就是C印 然後B的D B的D0個 C印 B的D1個 C印 B的D2個 但是這樣太慢了 我們要做到它的精髓 那它精髓 就是要使用回圈 就是Flag B會從0開始 然後它 它就會 就是把這個B的Size 除以4 把Bite數除以4 然後就得到它真正可以存的東西 就是存多少 然後Flag B就會一直這樣走下去 好 那它就會怎麼樣呢 它就會輸入 B的D0個 首先 Flag B從0開始 就會說C B的D0個 那你就把D0個 輸進去 然後就會 這裡就會 加1 然後就會開始1 你就把B的D1個 輸進去 它就會 B的D1個就會知道什麼 然後又加1 Flag B就變2 然後把 B的D2個 輸進去 那就繼續 那就到3 到此為止 它就會 都把東西 存到正列裡面 那我們來試一下 把東西存進正列裡面之後 把正列的D1 第二個 拿出來 我是說電腦裡面的第二個 現在開始輸入了 20 99 30 8 那這就是D0個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 第三個 那有四個東西 那預期的話 就是說 這是012 它會輸入 下一行會輸入 30 那我就按Enter 它就會把這四個 存進去這個正列裡面 然後存完之後 因應這句命令的要求 它就會把B的D2輸出 那輸出的果然就是30 那這就是正列的輸入 那以上是這堂課正列的介紹 那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